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 今天鬼叔给大家介绍一部美国恐怖电影《恶魔的糖果》 故事开始深夜中胖子哥在熟睡中醒来 紧接着胖子哥便如着了魔一样的开始弹吉他 没过一会儿胖子哥的母亲就被胖子哥给吵醒了 随着一个十字架掉落倒挂的场面 疯狂的胖子哥也轮起吉他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胖子哥的父亲听到声音后查看 没想到也死在了胖子哥的手下 画面一转身为画家的男主开车和家人驱车赶往他们的新家 路上男主和自己的女儿美丽听着摇滚乐就嗨了起来 弄得男主的妻子温柔女一阵无奈 到了新家后出于法律规定 中介很诚实地介绍了这所房子便宜的原因 是因为在这里死过两个人 温柔姐听闻后又想砍砍价钱 但是中介却表示这里只是一个妇人自杀了 而她的丈夫受不了妻子的自杀也随妻子去了 这里并没有什么妖魔鬼怪 所以价钱不可能再低了 显然中介说了谎 因为这座房子正是曾经胖子哥居住的房子 温柔姐在听闻中介的话后也不好再继续砍价 于是一家人就这样布置了新家 另一边杀死自己父母的胖子哥从精神病院出院了 但是因为无家可归 胖子哥只能找了一家旅馆休息 然后半夜胖子哥又起身弹起电吉他 看来胖子哥的病情并没有好 之后一名警察找到胖子哥称 不能扰乱其他人的休息 胖子哥听后一副乖巧孩子的模样 与此同时男主一家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美丽也到了新的学校学习 一切都不如正规 这天送完美丽上学的男主回到家后 突然仿佛听到了什么低语的声音 紧接着男主就在一张照片后 发现了十字架的痕迹 男主看十字架的痕迹看得出神 脑中也突然闪现出一些奇怪的画面 此时的灵感大发开始忘我的创作起来 不知过去了多久一副倒挂着的 留着黑色鲜血的十字架 跃入到男主的纸上 好像是在暗示着什么 晚上美丽听到有人按自家的门铃 结果打开门一看 发现是胖子哥 美丽见胖子哥憨憨的模样 一时也没有戒备 两个人就像许久未见的朋友 闲聊了起来 胖子哥之后看到美丽 胳膊上闻的《悲行五号的吉他》 称自己也有一把 这一下打开了美丽的话匣子 因为《悲行五号的电吉他》昂贵 自己的父母一直不给自己买 这时男主听到声音后出来查看 结果看到女儿 再和一个陌生男人攀谈 立刻戒备了起来 并且把胖子哥赶走了 第二天《悲行五号电吉他》 就出现在男主家门口 美丽很是兴奋 但男主却突然感觉有些心慌 之后在送走美丽后 男主突然又灵光乍现开始作画 而另一边胖子哥也在注视着一个小男孩 胖子哥一路跟随着小男孩 紧接着就在小男孩荡秋千的时候 胖子哥拿着一块石头 砸晕了小男孩 此时男主的话也完成了三分之一 在这三分之一的部分 赫然是一个小男孩恐怖尖叫的模样 十分吓人 男主看着画作 看着窗外才突然意识到 自己没有去接美丽 于是赶紧驱车去接美丽回家 而在胖子哥这面 胖子哥把小男孩带回了旅馆 旅馆的电视中正播放着有关撒旦的节目 紧接着胖子哥就肢解了小男孩 并用箱子装好埋到野外 而男主这边也终于完成了他的画作 画上有三个孩子正在惊恐的哀嚎 因为在他们的上方 恶魔撒旦正要吞噬他们 更恐怖的是 三个孩子之一赫然有一个是美丽 晚上胖子哥趁着夜色潜入到了美丽的房间 美丽被声音惊醒 看到了胖子哥 胖子哥此时对美丽说着一些奇怪的话 称美丽果然是最美丽的糖果 自己不愿意将美丽给他 很明显里面的他就是恶魔撒旦 美丽被神经质的胖子哥吓得不轻 之后他的尖叫声引来了男主和美丽姐 美丽这才逃过一劫 然而第二天上学的美丽 还是被胖子哥给抓走了 当美丽醒来时 发现自己全身都被胶带捆绑 好在美丽趁着胖子哥去拿工具的空档 撕开了胶带逃走了 美丽逃回家后 警察为了保护美丽 派了两名警察守在男主的家门口 本以为万无一失 可是胖子哥也不是善茬 直接开车撞死了两个警察 进到屋子后又开枪打晕了男主 紧接着又杀死了温柔姐 之后胖子哥将屋子点燃 抱着美丽打算死在这里 而此时美丽的表情 也正好印了男主画的那幅画 然而就在大火蔓延 美丽即将死亡的时候 男主醒来 拿着飞行五号吉他 打晕了胖子哥 而且温柔姐最后也醒了过来 一家人逃出了火海 战胜了恶魔撒旦 这部电影有着浓厚的宗教意味 全篇撒旦均以胖子哥 和男主的话表现出来 演技都十分在线 喜欢宗教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一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